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迪先生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水电师傅不会说的秘密 那就是三角滑 那三角滑这个东西在很多场合都会用到 包括你洗手台下面会装 还有马桶水箱下面会装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热水器的浸水也会装 那三角滑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们来看一下 我手上有一个三角滑 那这个就是鲜合金的 那事实上呢 三角滑也有不锈钢的 那鲜合金容易氧化然后分解 不锈钢的可长可救 当然这个不止这个问题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出水量的问题 那我们谈到出水量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水管 我们都知道 水量跟水管的出息肯定有很大的关系 那一般来讲这个四分的话 它的口径差不多都13左右 不管你今天是不锈钢的或是鲜合金的或是鲜筒的都一样 可是呢 它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瓶颈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口径的话 量一下 它将近14嘛 那照理讲这边14这边出水口应该也有14 差不多嘛 14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中间这里 各位看一下 它只有剩一半的空间 那这一半空间多少 6点多而已 6.6 也就是说水 从这边经过的话 它截便机只剩下一半 那就会大大影响 这个出水量 如果你的三角划是要关好几圈 那就是用橡胶的 如果说半圈的话 那是用陶瓷的 那陶瓷的 当然比这个橡胶的好一点 这个水流截便机的问题 如果在马桶水箱 或是洗手台 那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是在热水系的话 那问题就很大 因为会造成热水系的水压不足 就点火点不起来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这个是不锈钢的 但是它的结构不一样 这个口径这边也是14 这边也是14嘛 可是它这个称作球阀 它里面不是用陶瓷阀门 也不是用橡胶垫 它是一个球阀 一个铜珠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边关有没有 铜球这样子 一个圆形的铜球 这样就可以保证 这两边的水流量 不会被阻碍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你家里的这个热水器 是不是装的这种球阀 如果装的这种球阀 那是最好的 如果你家的热水器是这种 比较容易影响水流的话 也可以去改用这种 可以稍微改善一下水的流量 那今天为各位介绍 球阀式的三角阀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